速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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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接下來由我為各位稍微講解一下 在馬力機房以及動力機上所調校車輛需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項 首先我們對於一般檔車的部分 我們會建議是在中高檔位的檔位上做調校 建議是三檔或四檔以上檔位做調校 速可達的話我們會建議是定傳動 並且確認在調校過程中 傳動系統以及像皮帶 離合器 碗工等等 是否有打滑的現象發生 另外在調校的過程中要確保我們的引擎 已經達到它的合適的工作溫度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熱擊狀態 一般我們所認定的基準大概是70度或80度C以上 根據不同的引擎會有所不同 接著我們在調校VM的時候 有幾點事項需要特別注意 首先是在我們調校VM之前 關於必迴入燃油設定 D1 Option CL的部分 我們需要確保這個選項是關閉的狀態 以及在調整VM的同時 我們要特別注意不可快速轉動油門 在調校過程中如果有暴震的現象產生 要適當的減小我們的點火角 避免引擎的損毀 以及我們需要確保在調校過程中 請注意引擎的散熱是否足夠 在全油門且空欄比正常的時候 請確認噴油嘴使用率是否在85%之內 若超過請更換較大的噴油嘴 避免油嘴使用率過載的情況發生 最後也最重要也最容易忽略的一個點是 我們一般引擎動力機或者是馬力機放置的位置 都是在室內或者是在一個小房間中 在經過調校者調校過程中可能經過了數個小時 那此時室內的溫度與室外環境溫移有所不同 那此溫差會導致我們調校的數值 在不同的溫度環境下所造成的空欄比會有所不同 那這點需要特別的注意